有留意我這個頻道的朋友應該都會留意 其實這麼久我未講過長新冠 Long Covid 這件事 有不少人都在留言問過這件事 但我發覺要講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長新冠這件事 一來我們了解的不是真的很多 二來各樣的研究對病本身的定義其實都未搞得很清楚 如果問題的定義都未搞清楚 就很難去講他怎樣研究 例如世偉有一個比較嚴謹的定義 怎樣為之長新冠呢 就是一個人確認感染了新冠之後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個月的時間 之後一直有一些病徵 例如疲累 有些人會覺得Brain Fog 想事情不清晰 幾個月之後都一直持續 而持續的時間是很長的 可能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而這些病徵又會影響到那個人的日常生活 大概是這樣的定義 這個定義就比較清晰一些 如果大家都用這個定義 如果大家都用這個定義 其實對研究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在於很多的研究 就是關於長新冠的研究 那個定義鬆很多 例如基於一些問卷 問問一下你 你是不是覺得很累呢 感染完新冠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累 但是很累很多原因 還有你怎樣去做那個問卷 也都很大關係 如果當你做電話 訪問這樣 你打電話問他 你感染完之後會不會覺得很累 跟你比較清晰地去問 比如說你問他 你感染完新冠之後 三個月之後 你會不會每個星期 都有兩天以上 經驗到這些症狀 而這些症狀又影響到你 比如說上班、上學、生活等 那些東西呢 這樣 這個呢 就比較清晰一些 那個人的答案 就會比較有參考價值一些 但是很不幸呢 很多研究都不是那麼清晰的 但是 兩樣東西呢 我們可以比較實言實施 這麼說的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說 這些長生冠的象徵呢 隨著那個人感染之後 好起來 時間越推遲 時間越來 他其實慢慢好起來 就越來越多了 真正長期都有這些病徵 而又影響到日常生活 即嚴重到一個地步 影響到日常生活 真正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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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其實呢 就在於少數 這是第一 第二點呢 就是說 長生冠呢 就似乎跟當初 新冠肺炎 那個嚴重程度 是有關連的 那麼當然就是 越嚴重的話 那真是 他之後 有這個長生冠的機會 就會比較大一些 如果新冠是比較 病徵輕微 或者沒有病徵的話 你變成長生冠的機會 就低了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現在很多很嚇人的理論 或者現在看報紙頭條 各樣的消息 你看到 長生冠 患上長生冠的人 感染之後 80-90%的人都有長生冠 症狀有持續多久 應該都上班 多嚴重 似乎呢 我覺得這些說法 有點嚴過其實 我這樣說的時候 有些人就跳出來 就說 你現在是麻木不仁了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人 患上長生冠 是多辛苦 我不是否認這件事情 其實是病毒感染症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如果真的感染長生冠 而真的影響到日常生活 平時也有些很累 氣喘等各樣的問題 當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這是不容否認的 我也不是否定長生冠的存在 有些人會覺得 你現在是否認長生冠的存在 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很真實 教我就是這樣 我不是否認這件事 其實病毒感染之後 有一些各樣的病症 其實並不新奇 我當學生的時候 學習流感的時候 有些老師已經告訴我們 有部分人流感之後 長期的症狀 各樣的病症 是可以很影響生活 很影響個人的 這件事其實並不新奇 所以新冠之後 有部分人 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不出奇 但是 是否真的到那個地步呢 第一件事 就是 隨著時間的推移 新症患上 嚴重長生冠的人 其實應該慢慢的 比例就會少很多 今時今日 感染新冠的人 是甚麼人多呢 今時今日 其實大家打了疫苗 要不就是 已經感染過新冠 一是兩樣都有 今時今日感染的人 其實通常都是 打了疫苗 或者重新感染 我們都知道 打了疫苗 重新感染的人 嚴重COVID的人 比例就少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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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長生冠 是跟嚴重的COVID 有直接關係的話 嚴重的COVID 少了很多的話 順理成章 嚴重的長生冠 應該都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 長生冠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 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 去瞭解它 亦都要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 是否好像有些人這樣說 到這麼可怕 有這麼多人真的幻想呢 那我就有些保留了 不知大家的看法是怎樣 有什麼見解的 歡迎留言 告訴我們 我們再討論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記住你的支持 對於我們這個頻道的生存 是非常之重要的 想要知道 簡單不準確的醫學資訊的話 我需要大家的繼續支持 Like Subscribe OK 拜拜